字幕提供 大家好 我是鍾子通 這次的題材比較特別一點 通常在討論到華語作品的時候 刺青絕對會是引發出 百家論述的一個元素 原因很簡單 作為一個歷史相當悠久的造型藝術 大家對刺青的接受度 其實落差相當大 有人覺得不要面積太大都沒什麼問題 有人覺得只要有刺青就是NG 當然也有人是演員沒刺青就看不下去 那以我個人來講的話 刺青這個東西我視為是表現自己的一種方式 如果演員對這個刺青是有自信而滿意的 那對我來說就沒有什麼接不接受的問題 也就是說不管有沒有刺青 我都看得很開心了 不過以觀眾組成來說的話 有相當大的比例是更喜歡沒有刺青的演員 那我也在這裡推薦幾位給大家 那首先第一位毫無疑問就是舒暢 可以說是華語女優代名詞之一 外型跟作品的優秀程度都是不用多做解釋的 實用度也是相當的高 那也是非常希望能夠早日看到她的新作品 真的非常推薦 無告讚 接下來這位是陳小雨 外型看來也是非常的優質 不管是演出保險員或者是千金小姐 畫面張力都十分足夠 比較可惜的是目前作品還不夠多啊 緊接著看到是張芸汐 火辣的身材再加上如娃娃一般精緻的臉蛋 這個作品肯定是一定要看一下的吧 像是最近的一嚕向西 我個人就覺得頗有趣味值得一看 我們再來看到的是趙宜曼 在麻豆的演員群當中 臉蛋可以說是相當豔麗的一位 身材也是不差啊 前面提到一嚕向西她也有參與演出 喜歡看這種特別節目類型的觀眾 就千萬別錯過了 下一位看到的是郭彤彤 她的作品也是有相當的數量 所以不管是學生、人妻、OL的題材 幾乎都挑戰過 特別是有幾部遊戲類型的 個人覺得在娛樂性跟實用度上都有顧到 特別推薦給大家 再來看到這位叫唐飛 我個人覺得她有一張特別無辜的臉蛋 那相信片商也是發現這點 所以讓她演出的作品也有不少是那種被欺負的類型 像是這部出租車司機的惡趣味 演出一位楚楚可憐的女學生 個人認為是蠻不錯的 接下來我們看到的是沈娜娜 也是一位作品相當多的演員 不管是臉蛋跟演技都充滿可看之處 在少年阿兵等系列的演出也是令人十分難忘 之前演出女教師的多人亂鬥更是精彩 絕對值得一看 最近麻豆也舉辦了麻豆奧斯卡的特別活動 這是向奧斯卡提名得獎導演及演員致敬的影片 回顧特別活動 娜娜近期就拍了一支新作品《寄生夏流》 至於是參考哪一支片 我相信大家懂的就懂 有興趣的觀眾朋友可以到影片下留言點擊查看更多 看看有哪些精彩的麻豆奧斯卡影片推薦 那最後要提到的就是夏勤子 幾乎在麻豆推出的所有大型系列中都有她的身影 相信觀眾對她應該是不會陌生 那她不管身材臉蛋在華語界也絕對是上上之選 加上對作品演出品質的堅持 絕對值得大力推薦 還沒看過也千萬別錯過 好 以上就是這次的推薦名單 那也希望這次推薦的大家會喜歡 我是鍾子通 我們下次見 當然感謝你的收看 也請務必在影片按讚訂閱 開啟小鈴鐺 支持我們其他平台包括Instagram以及Podcast 那也別忘了 鍾子通一下的YouTube會員開通啦 想成為我們的葫蘆通粉嗎 趕快加入我們唷 請務必加入謝謝 謝謝再見 謝謝 請訂閱 分享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